20赛第27轮第二比赛日的比赛 从精气神这三个字来看 经历上 球队肯定是在最近的这段比赛当中呢 因为有三天一赛嘛 变得比较复杂 先来看这个球来了近距离 由越位的嫌疑 这球先打进 看看裁判怎么办 还是吹发了越位 这下的越位看得会比较明显 满马真的是扛着对手向前进 看来面露自己的带球杀进来 传到后点有机会啊 看这球啊 好要到场边去看一下威尔 这边助理才能给的是这个镜头 确实是有一个手臂张开 要去卸球的动作 但是这个接触球的点究竟是 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点球 看看助理 在市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下 主裁判黄一世将手指向了点球点 出跑和打门之间会不会有怎样的变化 后宇也是严正以待 出跑 打门球进了 这样的话上班的比赛第27分钟 由特索涅夫是攻入一力点球 笑 最后的点球也是体现了沉稳 沉着 从容不迫 这球是贴着草皮卷起千层了 帮助大连是先下一程 点下来 到近距离 有倒地 采判不予理会 外围还是大连 直接选择一脚打门 这球还是击中了球门范围之内 但是罗德里格恩里克的位置 其实更加灵活 有时候会打在更好前的位置 有时候会打在前央的位置 但是先看他两只次进攻吧 这个球在失误之后 看看前场三个人打三个人 一次前场的攻防演练战 这个球传进来 有机会可以选择大门了 门将最出了精彩的铺就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球第一下 摊过了防守球员 但是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想前的机会 回来组织一下 来中的控球率 是占据的场上的大笔数的 这个球啊 转跑时间一致 能够推起来吗 这个球大范围找到了左路 这下视野非常的开阔 看看慢慢自己带球 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选择了直接的打门 这球投球击中了球门力柱 看看这个球 发出来之后 给了太从容的起脚的空间 随后的这次有威胁 再来一个投球 球进了 球进了 每周在比赛进行到78分钟的时候 通过一个脚球啊 是投球破网 连续的投球空门 一脚上力柱 一个投球是回头望月 直奔网窝啊 这是谁在盯防 宋志伟在盯防这一点 是被他提前抢到了一个身位啊 这个廖军建和宋志伟 宋志伟应该提前预判廖军建的移动 在前场的反断 形成非常好的机会 看看这球有没有 传到近距离 非常好的机会 打满 绝杀了 绝杀了 比赛的第91分37秒 大猎人是在主场完成了绝杀 再看一下啊 在前场平衡之下 这还丢掉球拳 所有旅方这下传得不错 让过来 这下直接把后卫是扣倒了 就打了一个时间差 皮球是稳稳的 滚入了网窝 大连是直接把球踢向了 对方的半场 这下反而有机会 看看有没有可能再一次扩大比分 这个球可以直接选择大门 声音 杀进来 这个球传得不错 选择大门 哎呀 球集中在了衡量之上 再来看一下啊 上下这个球传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哎呀 这脚大门 中场的哨声吹响 大猎人在主场 2比1战胜梅州 出货带大门 大门 打散 转发展只要